NASA 100光年外发现第一颗与地球等大的宜居星球 美国太空总署NASA于昨日宣布 他们发现了一颗与地球大小相当 且可能存在液态水 有几率是和人类居住的行星 而这颗星球现被命名为TOI-700D 它与地球有约100光年的距离 根据报道显示 这颗星球的质量和大小大约是太阳的40% TOI-700D是三颗围绕恒星运行的行星之一 而它与恒星之间的距离 恰好可以支持人类所需液态水的存在 这一次的发现并不是找到第一颗可能适合居住的行星 而是科学家们发现的第一颗与地球大小相同 且可能适合人类生存居住的行星 不过TOI-700D与地球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同 例如它是三颗行星中最外层的一颗 每37个地球日绕恒星运行一圈 另外TOI-700D从恒星那里接收的能量 大约是地球从太阳接收能量的86% 另外不同于地球拥有白天黑夜的更迭 该行星的自转由于和其围绕的恒星自转一致 因此这就导致该行星没有周夜更迭 可能只存在白天或是只存在黑夜 天下卫视记者陈鸿佳报道 全部ур标记者陈鸿佛 黄鸿佛 感谢观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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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 Jun meteor 这个不会我们上 Lucian woo 是 what I said